最近在美国的公路旁边 是出现了俄罗斯的T90坦克战车 而据了解这个战车 是俄罗斯目前最先进的坦克战车之有 但为什么会出现在美国的领土上面呢 目前专家研判可能是来自于 俄乌战场被掳获之后 要送到美国本土来研究 那么预计可能会送到 由美军的阿伯丁试验场 接下来就要测试武器装备 以及它的各个武器的耐受度 目前五角大厦的发言人 他们已经说 对就是有一台来自俄罗斯的坦克战车 但基于安全原因 很多东西他们不愿意评论不愿回用 那么是否他们早就已经了解战车性能 所以才大啦啦把这个战车 丢在美国公路旁边 或者也有可能是在警示俄罗斯的意味 另外还有件事情 大家也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就是现在呢这个俄军的卡五尔直升机呢 他们被发现说是攻击自家损毁的战车 为什么呢 他们就说这个俄罗斯的卡五尔武装攻击直升机呢 用反坦克的导弹来攻击地面 要来轰炸这个毁损的BMP一步兵战车 有人就猜测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有三个剧本 有人说有没有可能是避免零件被二次利用 因为俄乌战争呢 这可能乌克兰他们的战车零件跟俄罗斯是相同的 另外也有可能是避免遭到敌军严 最后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战车被美国给掳走了 或者也有可能是新兵训练的轰炸准确度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